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們今天我先大略上講一下今天要上的內容 今天上的內容可以說是柏拉圖哲學中最重要的兩部分 Symposium 跟 Republic 就是饗宴篇跟理想國 Symposium 談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叫 表面上叫愛 首先第一個 Symposium 談的是愛 但是我告訴大家 這個愛有兩個特性 第一個 這個愛講的是 Philosophy 裡面那個 Philia 的愛 所以從 Eros 的愛 我說過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對於柏拉圖來講真正的解釋 因為通常我們習慣受到後來的基督教時代的影響 認為愛有不同的層面 對神的愛啊 對朋友的愛啊 信譽上的愛 可是這裡的愛呢 它是統一的概念 既是信譽的愛也可以 反正總而言之是對一個事物的追求的愛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既然是對事物追求的話 那就是 Philia 所以在 Symposium 當中呢 我們主要強調的目的呢 是有關於哲學是什麼的定義 有關於哲學就是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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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學是什麼定義 那從這個定義當中呢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意涵呢 就是我們可以了解到 為什麼哲學是一個這麼半人半神的工作 這個預言講的就是這件事情 讓他所展現出來的內容也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在我們這個投影片這一章呢 是講到這個羅素這一段話 兩段 有兩段投影片講羅素的兩段話 請同學注意 我呢不能夠不用一點英文原文來講這個對話錄的內容 主要原因是因為翻譯成中文後的感覺呢 相當奇怪 然後呢這個對話錄裡面的英文呢 一定是用最標準的英文翻譯的 所以我們不用花時間去搞希臘文 但是我們把它的原意掌握出來 我就不需要選字了 所以羅素在這邊呢 這個不是我們要講的重點 我等一下很快會跳過 羅素在這邊講的問的一個問題就是說 讓大家 surprisingly 就是說 Symposium 裡面所要討論的問題是 opinion跟knowledge之間的差別是什麼 knowledge是知識 對於希臘文的知識epistema 知識就是不會錯的信念 我們讀過知識論 大家讀知識論了沒有 JTB Justify the True Beliefs 那麼justify the True Beliefs就是不會錯的信念 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知識的定義 非常重要的觀念 那opinion的希臘文叫doxa D-O-X-A doxa 這個opinion的本身呢 就是單純的信念 就是它有可能出錯 就是單純的信念 然後說出來以後就變成一個句子 這件事情為什麼很重要呢 我已經探討過很久 想過很久 後來我發覺重要的原因 就在symposium的閱讀中 因為原則上 如果你沒有經過哲學訓練 或是你沒有接觸過任何西洋哲學 這一個人 沒有接觸過西洋哲學人的 這一個人對知識的嚴謹性 跟接觸過人就有一種幾乎是天生的差別 這個為什麼會有這樣天生差別呢 因為呢我們一般人 一般人不要說是中國用使用中文的人 全世界的人除了西方人以外 都會覺得說 因為一般人會覺得說真這個字 the application of true 並不是那麼複雜 比如說我今天早上 這個早上起床看電視 準備課程上課 那麼they are all true to me 所以我說it is true that I wake up at approximately around 6 o'clock in the morning 我講這句話 very true because it is based on my personal beliefs opinions 沒有什麼真假的問題 可是對於這個柏拉圖傳統 他要求有一個justification How do you know that it is true 我說因為我看我的watch How do you know that your watch is correct 因為我平常都是看我的watch how do you know that your watch is still working the moment when you watch it 所以這些問題是一個很特別 一般沒有經過哲學訓練 完全不了解的問題 那是我以前初次在外國讀書 接受到哲學的時候跟你們想法一樣 都覺得很煩 為什麼要這麼累 然後呢我就發覺在symposium這邊呢 找到了我們要的答案 就是說是這個我們通常呢 講到形上學的時候呢 在羅素這邊他說得很好 他說 他說knowledge is infallible since it is logically impossible for it to be mistaken 這個是一個定義型的 知識就是不會錯的知識 but opinion can be mistaken how can this be opinion cannot be of what is not for that is impossible know of what is for then it will be knowledge therefore opinion must be of both is and is not 請同學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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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羅素講這句話 我之所以在這邊把它引出來的話呢 就是說我在課程中一直不斷地強調說 哲學討論的問題最有趣的問題是 我們對一件事情不是完全認為它真 也不是完全認為它假 那麼到底中間在哪 這個intermediate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層次 我們不知道 我舉一個例子 其實我今天要講到republic的時候 才會講到政治的部分 我是一個家事 國事家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知識分子 表面上看不出來 因為我表面上都好像在喜笑怒罵在財經台玩來玩去的 實際上我很關心 但是我對於從希臘哲學中擷取養分來看這個政治事情是很有興趣 但是這是今天是個第一步 所以我告訴大家說 這種經驗是跟不是最明顯經驗就是談戀愛的時候 Come on You must know this 就我們班上的同學如果說這時候眼神沒有傳遞訊號回來 就是還沒有談過戀愛 還沒有談過戀愛根本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談過戀愛就知道 為什麼 我不好意思問假設你談過戀愛 假設你談過戀愛 我假設你談過戀愛 假設你談過戀愛 談過戀愛的人不需要假設他第一件事情覺得自己是不是談戀愛的 第一個問題是什麼你知道嗎 有沒有人來告訴我 如果沒有的話表示你全面沒談過戀愛 只有我因為我有小孩我可以告訴你 談戀愛的第一個感覺到自己有沒有談戀愛的問題就是一個問題 Am I in love 絕對是這個問題的 絕對絕對不會例外的 你說我沒有這個問題 I was not in love And then I was in love 絕對沒有這回事 你有沒有談過戀愛沒有 因為你留這種鬍子不可能談戀愛的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這個絕對不是一個開玩笑的事情 The very nature of love is something in between 我跟你講柏拉圖這個例子實在太棒了 這個是太棒太棒的例子 我不是替他做廣告 為什麼呢 你們將來有一天 等到你到了那個緊要關頭 在座很多同學都已經知道我們並沒有說謊 就是說這種something裡面為什麼呢 因為他這裡面說我們下一張投影片 其實呢我要跟大家講的就是這種感覺 這個我們你認同我的講法嗎 你看這個就很這個標準答案了 先是微笑然後一陣臉紅然後默默的點點頭 這就是標準答案 You are never sure 可是你回頭一想起那個沒有point 沒有哪一個時間點告訴你的確如此 其他同學沒有談過戀愛他不知道 那不簡單嗎 我現在I declare you are my girlfriend and I'm your boys that's all 沒這回事 Who asked me to do this 像你有女朋友你就了解到了 You are never sure 如果說你Sure的表示你不是 因為愛這個本身的話呢是一種devotion 是一種You devote yourself in order to be part of it 但是你永遠不知道別人到底什麼感覺 所以為什麼大學生喜歡讀心理學你知道嗎 並不是因為心理學真的教你什麼東西 而是他們誤以為心理學可以知道你最愛的人到底愛不愛你 這也是為什麼心理學原來是哲學的一部分 這個是的確是主要的原因 因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emotional animal嘛 你知道為什麼我們活著 我們活著當然是為了愛啊 追求愛情啊 對不對 不管你是同性還是異性 I don't really care You know 結果今天上午我看了這個Anderson Cooper 一上午的廣告 我不能想像這個主播是gay 但是doesn't matter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觀念 然後第二個觀念的話呢這個有關於 因為我們在something in between 所以我們喜歡用一種contrastive 用一種對比性很強的概念來說的時候 我們說當他是beautiful的時候呢 就不排除他還有ugly的可能 就是包含 因為是something in between 沒有人用絕對的狀態表現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比如說 但是有一件事情是不容懷疑的 就是你一定你會去愛一個東西 一定是you have desire towards something 對不對 desire 對不對 你不能講說我純粹是platonic life I don't really care if it is shaking hand with other treated me 那個就不叫戀愛了 戀愛是什麼呢 我給你講個具體的事證 我第一次看到愛的力量是我隔壁的寢室的一個好朋友 平常很文雅的 然後他自己 他覺得 其實說良心話 我真的很榮幸今天有這個機會 再上這一堂課 我跟你講沒有一個哲學老師像我這麼大膽大聲談愛的 因為哲學老師一般來講都是暗稿的 內心很浪漫表面上說不出來 我剛好相反 我內心一點都不浪漫表面上說個不停 這我太太的結論 不是我自己的結論 所以呢 我一個同學呢 他跟另外一個女同學呢 就是這個wonderful combination 台南一中與北一女 談戀愛 一個在台南的 另外一個在台北的 然後哇 我們都覺得 都我也我也 我都講得很 我連活在旁邊都有幸福 然後有一天不得了 烏雲密布 大敵臨近 清大核子工程研究所一個團隊來 然後呢 這個當中有一個班長 跟這個北一女的在一起 就出遊啊 到台中去啊 我以前在台中讀書 哇 不得了 然後突然隔壁寢視噪音大作 原來我那個同學連續灌了兩瓶五家啤 五家啤那時候很窮 五家啤就是高級的紅綠酒啊 要酒了 喝了兩瓶酒了 大鬧酒瘋 沒有任何理由 沒有任何理由 因為對我來講我完全不了解 我就會說你怎麼變這個樣子了 一拳對我回來 唉唷 這是我只是慰問想說 你打錯人啊 那個人正在跟人家散步啊 哇 不得了 全身撲過來 有如豺狼撲綿羊 我當然 因為喝過酒 體力很軟弱 所以我覺得事後跟我道歉多次 一直強調自己情不知情 陷入愛情的危機當中的人是不正常的 好 這個事情就是這種感覺 就是you got desire for something which you consider to be beautiful desirable desirable wanting wanting這個字很特別啊 很差字啊 wanting 有點混亂了搞不清楚的意思 然後eventually intrinsically good 所以整個symposium 我今天要給大家做的介紹就是講這件事 就是說讓我們會去愛 會去欲求想要一樣東西的主要原因 但是又不是很清楚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在這整個過程 參與了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這個概念當中呢 包含了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一個理念叫做idea idea of good idea of good呢 是最原始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我們對任何事情有欲求的主要原因 是因為我們想要 是因為它好 它好 不管在哪一方面你都覺得好 如果你說女生漂亮是瘦高細白 女生難看是耳黑粗胖 那你這個瘦高細白 你賦予它一個好的意象在裡頭 那這個idea是非常好的 是非常好的 好 那我們因為我們這個準備的東西 我們接下來要開始講你們內容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是有心啊 我其實大可找個助教把它翻譯成中文 這麼念一念 可是我覺得感覺不出來 那種感覺不出來 英文學竟然是這麼重要的東西 Diotima 這個想念篇呢最重要的一段討論呢 就是這裡面的一個內容 Diotima呢是一個假設性的人 我覺得這次所有想念篇當中呢 最精彩最有意義的一個討論 就是說 在這個討論當中呢 它裡面牽涉到了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觀念 就是這是一個神性的人物 我剛剛為什麼花了這麼長時間 跟大家介紹愛的感覺 就是因為愛的感覺呢是一種超越的感覺 是一種講出凡入勝有點過分了 但是這種感覺確實讓一個人變了完全不一樣了 出現了很不一樣的一種認知 那麼這個 那因為是我一下子這個上課情緒受到影響 我也沒有辦法再挑重點 我情緒就是起來了嘛 那所以呢我就是大致上念到重點 那同學們如果覺得在follow up有困難的話 因為我們有text 有講義給大家 那這是我挑出來的 那麼我最主要呢上希澤史呢 我喜歡指出來我自己要的重點 我不喜歡跟著別人的西洋追悔史的角度來詮釋 那羅素我是覺得這個有關於opinion跟knowledge之間的選擇 特別好 所以我把它就是引出來 那至於詳細內容當中 如果有同學在理解上有困難的話呢 那就跟助教起來 因為我們兩位助教程度都非常好讀這個 原則上的話我覺得問題也不大 所以呢我就跳著稍微提一下 這個love is love of something or nothing 就是說你反正我剛剛已經講過欲求對象 那麼就像是一個brother 當你說一個有相對性的概念 or sister or father 就是怎麼講呢 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 你是代表十種角色的時候呢 一定是to something and now Socrates says I will ask about love 所以說 is love of something or of nothing 這個呢 love of something呢當然是有兩種含義啦 一種雙重含義 這個雙重含義的意思呢就是說 love of something or of nothing 是這個差別 of something surely 但是那底下的話呢 就是說是I want to know whether love decide that of which love is 這個就是第一個觀念 我們在這裡頭呢討論呢有三個觀念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第一個觀念呢是說愛呢不可能愛本身 你擁有它你不可能 你知道是love of something 但是love of something的同時 你不可能擁有它 這為什麼有三個層級呢 就是第一個愛呢它就是像是一個名詞一樣 它是因為一個外在的object而存在 但是因為外在 但是它跟一個名詞不一樣 因為你覺得愛一樣什麼東西 跟那個存在的那個意義不一樣 那個不一樣 為什麼不一樣呢 因為你如果是一個兄弟 兄就是相對於弟而言 弟就是相對於兄而言 這叫兄弟 兩種角色 可是愛呢love of something呢 你不可能愛愛自己 它不可能是同一字 而不是同一字的結果呢 它又基本上呢 又一定是一個追求的過程 所以愛一定不是一個當下可以擁有 這個就出現了那個intermedia的那個原因 當下intermedia的原因就是什麼呢 就是愛本身呢是有一個具體的對象 但是你還不知道它是什麼 所以你追求一樣你還不知道什麼 所以第一個是相對性的概念 你了解嗎 第一個比如說哪裡當例子 你是人家的妹妹或者人家的姐姐 這個第一個很清楚 Love is something in contrast to the other things 這是第一個層級 但是愛本身作為一個動詞的話呢 你要愛一樣東西呢 這個東西 你不可能愛你自己已經擁有的東西 對不對 但是你不可能愛nothing 對不對 一定有個對象 所以愛的特性就在這裡展現出來了 我們對愛的應用一定是什麼呢 一定是你知道你想要什麼 但是同時你又不知道你到底想要什麼 比如說沒有人不渴望談一場轟轟烈烈的戀愛 沒有人不渴望的 我敢講這句話 沒有人說這個既是生理的也是心理的對不對 我這樣問你好了 因為你剛來的可能比較脈絡不一樣 可能更清楚 因為其他同學他們覺得跟老師講話他們有壓力了 尤其是像我這個會罵人的老師 我說你很渴望談一場轟轟烈的戀愛對不對 對 這不要害羞啦 這個是很正常的事情嘛 我們是哲學課嘛 但是你知不知道 你一定知道跟某人談戀愛對不對 你對這個人長什麼樣子 你大概有一點想法吧 然後他是誰你完全不知道吧 對啦 雖然他答了四個人 但是代表四個不同的層級 我已經很努力了 所以這是一件 從我們一般語言的表達上來講 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你怎麼會欲求一樣 你知道又不知道的東西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是不是這樣的感覺 你有沒有想過這感覺 然後我居然說每一個人by nature 就是這種感覺 同學們你要了解 你要了解 我不是在這邊當愛情顧問 我是在介紹什麼是哲學 從柏拉圖的角度來講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要 Go ahead 好極了你說 然後我會問一下 關鍵的相對性 什麼意思 相對性概念就是說 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 就是說如果我說brother elder brother 那elder brother會存在 一定要有something else younger brother 我說father father要存在 I'm a father 那你就知道說 it implies that I have a son or a daughter 至少我有children kids 這個是相對性的概念 愛這個概念 愛這個概念的話呢 就是說 同樣就是說 愛這個東西會存在的話呢 它的性質意義上就比較不一樣 它也是 愛這個東西會存在是相對於而言的話呢 一定要追求一樣東西 愛個對象 你要應用出來 做動詞 這個相對性概念 你不可能 你不可能講說 很多人搞錯了 以為愛可以單獨存在的 說我就是愛 那我們講到這個神學的語言 宗教語言就是這樣 很多人搞錯了 這個意義不一樣 這個是情況 那麼如果這個部分清楚了 我們的問題很清楚了 這個 在這邊最後一句話 我唸出來給大家聽一下 就是 Would he who is great desire to be great or he who is strong desire to be strong 答案是no 為什麼呢 這是第三個成績 就是你不可能去欲求想要去愛一個 你已經有的東西 你不可能去欲求想要去愛一個你已經有的東西 為什麼呢 因為愛這個東西它是有一個投射作用的對不對 你不可能 就是他必須一個像剛剛你問的很好 這個相對性 他必須要依賴別人而存在的 他不是自己的東西 這個同學我現在講的每一句話 不需要有哲學知識來定義他 就是一般的語言看連續劇的知識就夠了 就是最一般 最跟經驗結合在一起的 就一定是生活中的 你知道嗎 我就跟這個同學說 這個是在生活中的內容 沒有興趣 不可能你知道嗎 為什麼 我已經講過 這是生活中最care的東西 那這樣子的話呢 如果說在生活中最care的東西沒有興趣 我跟你無冤無仇對不對 我是個正式招生 所以我們哲學定義就從這裡開始講起 我再強調一遍 我們已經經歷過三個層級 第一個層級 愛作為一個動詞一定是依靠外在的一個課題 外在的一個對象而存在 沒有問題 第二個 愛的本身的本質上我們並不知道 為什麼 不是不知道 我們都很清楚 可是怎麼樣呢 我們要去追求的對象知道它存在 又不知道它到底從不存在 一個矛盾的情況 我們稱之為一種intermediate state 就是在兩者之間 然後第三個的話呢 我們確定的是這個絕對不是我已經擁有的 一定是我還沒有的 所以說to me it is so far non-existent 它是不存在的 OK to me 正是因為它不存在所以我才要追求它 而我只知道什麼呢 我只知道它存在的狀態一定有可能透過進一步的發展 獲得離親的機會 好 那麼當然這樣講的話 所以Diotima是一個像是一個神媒這樣的人物 跟蘇格拉底做對話的時候呢 表現出來的內容呢 也構成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意涵就是說 Philia愛這個觀念 它的Sophia是一個智慧的女神 智慧的女神的觀念 好 那麼這個說 He desire something which is non-existent to him and which as yet he has not got 就是說是 這個我已經說過很多了 愛的對象這樣子 These are the sort of things which you love and desire seek Very true he said 所以我們就是請大家注意 在這一張頭一篇當中 我們已經離開了這個談戀愛的層級 我們就開始問一個真正的哲學問題 說怎麼會這樣 怎麼是這個樣子的情況 怎麼會我們追求一樣 我們知道它存在 但又不知道它是什麼東西 然後我居然說 我們大家也都共同認為 這對我們人生而言最重要的事物 就發生在這個情境 那麼Then now let us recapitulate the argument 那麼這個是 Love is the love of beauty and not of deformity 就是說愛妮是愛美的不是愛醜的 He ascended 同意的沒有問題 And admission has been already made that love is of something which a man wants and has not 好 這個是一個比較清楚的定義 這個時候呢 我們把它講到一個新的情況 這個就是對話錄中的一個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我們經過一番討論 我們說 Love is of something of this nature 所以我們又用一個proposition 又用一個命題來說它 什麼是love 所以我們說 Love is you love of something and man wants and has not 就是你愛一個你還沒有擁有的東西 Then love wants and has not beauty And would you call the beautiful which you want and does not possess beauty Does not possess beauty 不會的 就是說如果你說在這種情況下 如果你要的是beauty 你不可能要自己的東西這個beauty 你不會的 不會這樣子想 就是因為我剛剛說過你已經擁有的東西 你不會叫它這個東西 Then would you still say that love is beautiful is not good also to be beautiful 所以整個symposium的一個重要的意涵內容 就是在這個時候把問題整個丟出來了 就是the good 因為good呢是idea of good 作為一個idea 才能夠呈現出來我們要追求的 那這個時候呢 我覺得這個部分呢 稍微需要更進一步詮釋一下 就是這個釐清的過程 從中國的角度來講 我們常常說人家不是好歹 不是好歹就是這個人不知道什麼是對你好的 什麼是對你不好的 也呈現了這個問題 也是個重要問題 所謂的好就是good的概念 不是好歹的意思呢 就是說呢 我們對一件事情之所以有追求有欲求 是因為我們覺得它好 才會追求 如果不好就是不要追求 所以good才是真正的核心的概念 因為任何的事物 不管是任何的事物中 只要運用design的概念在裡頭 它就是為了因為這個對象有好 那這個概念可以解釋所有為什麼 所以then in wanting the beautiful love wants also the good I cannot refuse Socrates 那麼這個 這個蘇格拉講到這邊是蘇格拉的部分 就是講到good 跟Diotima的對話還沒有開始 那麼蘇格拉的說他要離話 他就講到說是Diotima Diotima Diatinea 就是講到一個神媒跟他之間討論 所以呢他就是在這邊接下來呢 我覺得呢這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討論 為什麼呢 請大家注意這個概念 放在我們今天在討論到整個柏拉圖系統 做一個結束的時候我們注意到 柏拉圖的四個主要的概念 ideal forms immortality of the soul 就是理型的概念跟靈魂的不滅 還有光照的理論還有回憶的理論 這四個部分共同構成一個架構 我們很明顯的發覺一件事物 在討論它的真理之前 在整個討論的過程中 逐漸發現它的價值在於一個最終的理型的概念 那這個最終的理型概念往往是good 往往是the idea of good 比如說比如說你問我任何問題 why should I do this 我說for the good of yourself I suggest you better to do this 我們經常這樣講 在我們日常用語中也是這個樣子 那這個代表什麼意思呢 這個不代表任何特別的意思 這個只是說good這一個理型 是一個最普遍的概念 所以good是一個重要的一個觀念 那麼socrates I cannot and now taking my leave of you I would rehearse the tale of the which from Deutima 這來了 love was neither fair nor good 就是說我們現在在繼續討論 這個問題的時候love是一個mighty god 就是請大家注意 原來在symposium的時候 這是一個喝酒的場合 大家在討論love as an object 希臘哲學的傳統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每一個名詞都可以用object的方式來討論 用一個課題的方式來討論 這也就是說它好像就是一個substantiation 一個實體化的可能 那麼他們實體化可能用神話中呢 就是把它講成一個神這個觀念 是在這樣的情況下 所以呢這個love was neither fair nor good 就是在講到神的 所以我們現在講到Deutima這個問題 那Deutima的問題呢 它是只有兩個重點 因為在這個英文的部分 我們助教將來都會提供給大家 我也希望助教在討論的時候 把英文的這個解釋部分說得清晰一點 好 回應我要強調的重點 這個是第一個重點呢 是說要讓大家了解到 我剛剛講的為什麼討論愛這個東西 是一個intermediate 是在兩者之間 是在知識與信念之間的東西 很獨特 而且唯獨只有這個東西 請大家注意喔 在這個討論中 在這個部分 哲學叫愛智的那個愛 不是偶然的 因為愛的確是一個很特別的概念 我不曉得同學們有沒有不同的想法 比如說你有沒有不同的想法 愛的確是一個很特別的概念 你有沒有很不同的想法 愛的確是一個很特別的概念 你可以同意嗎 可以喔 愛的確是一個非常獨特的一個概念的原因是 我們基本上選擇他的話的獨一無二 但是一般來講 我們的ordinary language 我們的日常語言 不能夠掌握到這個要點的原因 是因為很遺憾的 我們這個語言中 是不太習慣用愛來表現的 跟基督教的語言是剛好相反 基督教語言一切都是愛 所以我們在座一定有信基督教同學 或者上過教堂同學 你就會知道這個差別 因為我們的文化中不善於做這個表達 所以忽略了這一層很重要的關係 這是為什麼 我很願意把這個部分多做一點陳契讓大家了解 第二個層面就是要把 這是第一個層面 第二個層面就是要把愛 當成一個完完全全一個神 是個什麼呢 愛就是一個窮神跟富神 在很偶然的機會交配生下來的孩子 這愛神是這樣 阿弗奴是愛跟美的結合 但是在他家的一個婚宴 在它一個party 在一個聚會當中 請大家注意 我們在一個聚會當中用一個神譽的方式 用一個神話方式來講它的特質 然後以至於我們能夠說明哲學為什麼 我為什麼特別強調這一點呢 就是因為我們在上西洋哲學史上到現在 有一個最堅實的立場 就是哲學家到底該不該要錢的問題 這不是開玩笑的問題 因為你仔細想想看 為什麼我們在整個這個先出哲學 到這個蘇柏亞跟蘇菲斯之間討論的時候 一個是倫理學的轉換 對於道德的認知 道德認知是個很複雜的問題 可是道德最具體的表現居然是不收學費 我這不是開玩笑的 大家 那我以前都很難理解 我以前非常理解 因為這是個非常 非常不具體 非常不實際的做法 然後後來發覺原來哲學家的這個任務意義 在本質上有這樣的一個意涵 我們現在要講的就是要解釋這兩部分 所以這兩部分 我希望能夠在這堂下課前 把這兩部分做個說明 這個Must that be fool which is not fair 這個Diotima問的第一句話 公平的反面是不是一定不公平 你覺得公平的反面是不是一定不公平 對不對 那在實際生活當中的話呢 一個看起來很公平的人 他有沒有可能出現不公平的情況 有沒有可能 那有可能的話呢 那麼請問公平的反面是不是就是不公平 就不一定了 Logically speaking他就可能不一定了 就不一定了 那麼 那麼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說 我們現在經常有種感覺 快樂的反面是不是就是不快樂 不快樂的反面就是不就是一定快樂 在座同學冷漠的表情下是不是代表的你不是快樂 就一定是不快樂 是這樣子嗎 一定不是這樣子嗎 你覺得呢 快樂的反面是不是就一定不快樂 你覺得快樂應該是一個程度 你認為呢 快樂的反面是不是一定不快樂 你會說話嗎 會 好 你認為李明傑的快樂的反面是一定不快樂嗎 快樂的反面就不快樂 不快樂的反面一定是快樂嗎 一樣兩者一定沒有中間狀態 絕對沒有 你認為是絕對沒有中間狀態 痛苦的反面就是快樂 快樂的反面就是痛苦 是這樣子嗎 沒有中間狀態嗎 你說啊 我再問你 我不知道答案 是還是不是 你那個把子可不可以省掉 不是 好極了 當然不是啊 這不複雜啊 這有什麼好複雜的呢 為什麼 情緒很豐富啊 這也沒有例外的啊 像你認為你的情緒只有兩種 兩種極端啊 你問說字面上 邏輯上 對對對 我說logical speaking是這樣子 對不對 這個意思你剛好我感謝你 因為你提到了邏輯字面上 表示什麼 表示邏輯不能夠刻畫我們內心世界啊 對不對 邏輯不能夠完全刻畫我們的內心世界啊 那你說這個有什麼用呢 這非常重要 為什麼 因為我們溝通的基礎是邏輯 而邏輯居然跟我們的內心世界有大的脫離的關係 我問你 你問 如果說減出瘦肉精的方法是科學方法 科學運用的是統計 統計就沒有絕對的確定性 那我問你要不要吃瘦肉精的問題 就會變成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為什麼 因為你既然不能夠完全零減出 那你就表示你願意吃瘦肉精 那我問你 除了你願意吃以外 誰還願意吃 所以科學方法來檢驗瘦肉精的方法就不是好方法 至於什麼是好方法我不管 我只要零減出 這就沒辦法討論了 對不對 這個 其實我舉這樣子的一個例子是告訴大家說 我覺得Diotima的這個觀念 講起來 因為我當初在準備Simpulsion看到這段話的時候 我很高興 因為我一直有一種感覺 就是邏輯在應用到我們的自然語言當中有極大的限制 就是說什麼的 邏輯甚至於把我們的語言都能夠畫成五種語句的形態 這個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學過那個什麼 這個Propositional 命題邏輯的話都知道 那麼這樣子的話呢 有很大的問題 所以說 我們講說 Do you not see there is a mean between wisdom and ignorance Do you not see there is something And what that may be I said right opinion should apply 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你對於知識跟信念之間有一種第三狀態你注意到了沒有 什麼是這個第三狀態呢 答案很明顯 正確的信念 對不對 很多人都會這樣認為啊 我剛剛說過 每一個人像我自己今天早上起來啊 我舉的例子就是這樣子 我做的就是我自己的信念 which as you know being incapable of giving a reason is not knowledge but it is clearly something which is a mean between ignorance and wisdom 就是說我們在語言表達上 你知道還是不知道的時候呢 只給它兩個選項 你知道表示你有wisdom 你不知道表示你是無知的 可是在知道跟不知道呢 我們充滿了很多mean 就是中間的很多中間的情況下 Do not then insist that what is not fair is of necessary food 這個公平的跟不公平的 What is not good evil or infer that because love is not fair and good he is therefore fool and evil for who is in a mean between them 就是說我們的情感當中呢 這個愛呢 它是一種表現了中間的一種狀態 因為我剛剛前面我們花了很多時間表達 然後透過一個神話的方式 說這種表達的感覺 我稍微停一下問一下同學 因為我還有十分鐘下問一下同學 到目前為止同學掌握到這個要領了沒有 因為我們要做哲學的定義 你可以了解我講的意思嗎 應該是很清楚 因為這個是直接就讀對話錄 對話錄當中內容當然很長 你可以掌握到我講的要領嗎 其實很簡單你只要告訴你自己 就是說我們一開始講這句話 語言所要表現出我們內心的世界 遠比語言形式化後所表現出來的意義 要豐富太多了 那哲學的工作就是把這個豐富的這一部分 展現出來如此而已 我們就是做我們最大的努力把這個豐富的 為什麼呢 如果等一下我們講到理想國的時候 我就想運用一些實際的例子 來做這些表現 好 那麼這個最重要的意涵在這 It is quite intelligible For you yourself would acknowledge that the gods are happy and fair Would you dare to say that any god was not 就是說這一種確定說知道有知識與無知識之間 我們說神不可能出錯 神在知識的限度是eternity 所以神是有這樣能力 Yeah 那麼 Yes and you admit that love 張一個神 Because he was in want 被人家欲求 Desire those good and fair things of which he is in want 所以說是love本身要追求好這個概念 這個沒有問題 我們剛剛已經討論過了 那麼是這個 But how can love be a god who has no portion in what is either good or fair 因為love追求good and fair 所以他又是一個神 他怎麼會在中間呢 You see that you also deny the divinity of love 就是說我們對於神賦予了知識的可能性 是自足的 自我滿足的 是達到像理型一樣的概念 可是只有love love這個東西呢 因為我們說我們要追求love到底是不是神 如果是神他就用知識 如果不是他就沒有 所以我們一方面又肯定他是一種可以 就是我很明確的知道love本身是一個被欲求的對象 很明確的知道 那同時的話他自己又缺乏這部分 所以呢 As in the former sense He is neither mortal or immortal 他不是永生的 也不是會死的 But in a mean between the two 說是這個 所以蘇格拉底就問這個神 你說Diotima 那這love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東西 He is intermitted between the divine and the mortal 我們通常來講神跟人的最大的差別就是神不會死人會死 這是希臘神話的 好 那麼他說呢 He intermitted between God and the man conveying across to the God the prayers and the sacrifice of man and to man the comments and replies 我不用多說這些大家就知道就是說 他這邊intermitted就是說他是一個終界者 就像是一個基同性質的人 像是一個神職人一樣 他是介於人跟神之間的 把這個訊息帶過去傳回來 那麼therefore in him 在這個愛的神身上 或是我們不叫他一個神 all is bound together 一切都結合在一起 and through him the arts of the prophet and the priest 就是神父啊 神職人員啊 their sacrifice 我們貢獻的事物這一切 and all prophecy 一切的預言啊 通通都在裡頭了 那麼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含義了 意思也就是說呢 直接來講啊 每一個人身上都同時具有有限性跟無限性 我們的有限性是來自於我們的身體 按照柏拉圖的角度來講 有限性來自於我們身體 我們的無限性來自於我們的靈魂 在座同學有的人否認說人根本沒有靈魂 人根本就是piece of dust 死了以後就一燒一把火就成了煙灰了 我同意 我去年就發過兩次傷 我見過火化後的結果就是跟灰塵一樣 我同意但是那個精神不會消失 柏拉圖講的immortality就是這種感覺 就是這種感覺你不能拒絕 你不能夠懷念in memory of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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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是真實的 那麼而且我說過這個整個概念構成它系統中 很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呢對柏拉圖來講呢 我們每一個人都somehow participate the ideal world the divine world 就什麼 我們的靈魂的部分是屬於神的 我不要講這個請大家注意好 就是屬於無限性中的一部分 那因為這個部分直接的證明就是我們有數理能力 直接證明了數理能力 請同學注意這個觀念 這個觀念導致我們接下來要過渡到新柏拉圖主義 甚至於從斯多噶學派過渡到新柏拉圖主義 到基督教哲學的發展 這個數學都是個很重要的指標 所以就什麼呢 就是說我們不知道為什麼我們有演算能力 而且怎麼樣呢 而且人與人不同 請注意第一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演算能力 第二個我們每一個人演算能力 仔細用題目來考的話都不太一樣 分數不太一樣 結果不太一樣 所以在這個區別當中的話呢 我們會這個才特別討論到這個問題 那麼God mingles not with man but through love all the intercourse and the converse of God with man whether awake or asleep is carried out carried on 就是說我們人這個愛的這個感覺 請大家注意 我不是在這邊做偶像劇廣告 我只是說愛的這個感覺 讓我們感覺到會因為這個感覺 而變成另外一個人 幾乎不像人 你們要知道啊 這個 我實在是覺得 我們應該 稍微敞開心胸來聊體會一下這個概念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文化保守 代溝很明顯 大家接受這個新時代的環境變化很大 然後 我們有很多很根本的概念 沒有辦法建立錢 坦白說好 因為愛的一個概念 所以衍生出來像友誼的概念 朋友的概念 進一步的發展 朋友的概念可以延伸到 不是只有人 物 地 時間 各樣都會受到這個影響 所以在這個發展中 有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理念 就是說 我們人之所以 能夠對外在事物有期待 有期許 所以我們有愛這個概念 這樣講起來很像在傳道了 那麼確實是如此 所以呢 這個愛死的我們呢 跟一個高的層次 結合在一起 OK 這個是講到有關 最後我剩下一點時間 我又介紹一下這個神話的部分 這個神話的部分我不用念了 我跟大家講故事 就是說 Aphrodite 就是說這個美神啊 Aphrodite Aphrodite 有一次開Party 有一次開Party 然後呢 這個 副神 Poros Plenty 來參加了 然後呢 萬萬沒想到呢 Penia 窮神呢 也在一起 Penia是女的 然後呢 在這個Party當中呢 Plenty 這個Winter into the Garden 到了這個宙世的花園呢 然後這個 Poverty Lay down at his side 所以在旁邊conceived love 這當然是一個故事了 神話了 Party because He is mutually a lover of beautiful And because Aphrodite is herself beautiful And also because He was born on her birthday is her follower 就是說 窮神呢 就是追求這個美神的這種感覺 所以就追求了這個富神 富裕的神 有一點是嫁入豪門這個味道 不是嫁入豪門 與豪門少爺這個發生關係的味道 所以love就是說 他的這個父母呢 父親呢是很富有的 母親是很貧窮的 什麼這樣子的一個結合呢 構成他的命運 那麼本質上他都是很貧窮的 這個非常非常重要的含義 我剛剛已經說過了 And anything but 就是命很苦 粗糙的生活 情況也不好 那麼 He is rough and squalid 粗暴 And no shoes Not nor house to draw in 就是也沒有房子住什麼都非常窮 那麼這個各方面的情況下 但是呢 like his father too whom also partly resemble always plotting against the fair and the good 就是說總是想辦法追求求好 求公平 Bald He is bold Enterprising 就是說他很大膽 他有規劃強壯 有一個是一個很重要的獵人 wavering something intrigued all others 總是知道怎麼樣策劃 他傾向於什麼呢 in the pursuit of wisdom 傾向於追求智慧 傾向於追求智慧 然後很佛 他資源上很豐富 什麼樣呢 Philosopher at all times Terrible as an enchanter Social sophist 就說是這個人呢 這一個神這種 我們不能說他神 就是兩種富跟窮的結合呢 他在表面上看起來是很貧窮 當然你如果說從我們細則史的角度來了解 你知道這就在描繪著蘇格拉底這個人 蘇格拉底他本身外表是很貧窮 可是呢他總是很大膽的追求智慧 所以呢 這個是原文 我們翻譯成a philosopher 一個什麼呢 愛智慧的人 always 一個永遠是一個愛智慧的人 然後呢 那麼這個 他有的時候呢 是一個很吸引人的人 像烏 像烏一樣有吸引人的力量 而同時的話呢 他也是一個非常會講話的人 讓人家所以在表面上看到像是 你在表面上看到是一個 sophist 那麼 我希望同學們能夠了解到這個 這段的經歷 所以你可以 能夠像我一樣的感覺可以解開了我心中很多的問題 我們哲學家就是這樣子的一種人 he is by natural natural mortal nor immortal but alive and flourishing at one time but that which is always flowing is now always flowing out and so he is never in want and never in wealth 就是從來不需要什麼也不需要什麼財富 he is in a mean between ignorance and knowledge 就是我們再講到這句話的時候我們說雖然這個 愛就是這樣的情況 就是介於無知跟知之間 但是the truth of the matter is this 我念完我們就下課 no god is a philosopher or seeker after wisdom 沒有一個神是一個哲學家 因為he is wise already 因為神本身已經擁有智慧 nor does any man who is wise seek after wisdom 這個人本身但是並沒有這個能力 neither do the ignorance seek after wisdom for hearing is the evil of ignorance that he who is neither good nor wise is never lies satisfied with himself 就是說一般的人也不會去追求哲學 請同學注意這件事情 我做哲學系主任 我從來不鼓勵人家當職業哲學家 但是我一直製造機會讓大家對哲學發生興趣 因為最後的決定是在你的手裡 沒有必要去搶 為什麼 因為這一種人 我很相信這一段話 我是一個愛講故事的人 我是一個相信故事的人 我讀到這句話的時候我有強烈的感覺 我相信這個故事哪一部分呢 我相信這一種人是一種被 雖然我們講說選民的概念是很宗教化概念 我相信這種人是擋不住的 想讀哲學的人是擋不住的 所以我沒有勉強人 我們只是開一個店 讓有興趣的人有這個機會 共聚一堂 像我們這樣的機會很難得 風和日立 不冷不熱 然後大家的話來心平氣和 來討論 來探討這個問題 就是說一般無知的人 我們講到神 那沒有用的了 智慧是神沒有用 一般無知的人 對我們來講也沒有用 他沒有興趣 你知道嗎 他不常諾我們就很好了 就是哲學家 我說的我們可能是我自己一個人 任得我們都知道 我從來不管別人喜不喜歡 我完全不管 為什麼 我無能為力 我從來不訓勸別人 但是我會製造很多機會 只讓大家發生興趣 那麼找錢啊 找這個機會啊 找出版機會啊 找交出機會啊 讓大家感覺到 這是 所以說呢 But who then I say are the lovers of wisdom if they are neither the wise nor the foolish 所以說呢 love is one of them for wisdom is the most beautiful thing and love is of the beautiful and therefore love is also a philosopher of love of wisdom and being a lover of wisdom is in a mean between the wise and ignorant 這是這樣子的一個意涵 所以的話呢 那麼就是說 the principle of love is of another nature of which I have described 那麼這個最主要講的話呢 就是說到我們在整個 這個 Symposium 當中會考慮到這個 哲學的定義 那麼這個 the possession of good 什麼 這個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下一堂課我們繼續講 好 我繼續啊 如果說可以的話 那麼 Let me put the word good in the place of beautiful 所以說整個 整個饗宴篇討論的問題的關鍵重點 就在這裡 我在轉到這個理想國之前 我想再次強調幾個重點 首先一個重點就是說 大家可以明顯看得出來 第一個柏拉圖哲學的系統 我已經強調很多遍了 所以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他用了很多神話的方式來引導大家理解 而且只有在饗宴篇中 因為饗宴篇是一個喝酒的場合 講話比較自由 比較開放 可是最後呢 蘇格拉底跟迪歐提瑪這個神美型的人物 做這個交換的時候 做這個交換意見的時候 迪歐提瑪說 Let me put the word good in place of beautiful and then repeat the question once more if he who loves loves the good what is it that he loves 那麼答案是 the possession of goods and what does he gain who possess the good happiness 就是幸福 那麼 there is less difficulty in answering that question 很清楚 Yes she said the happy are made happy by the acquisition of good things nor is there any need to ask why a mind is our happiness the answer is already final you are right 所以呢 我覺得呢 這個是回答了幾個標準的 有關於類似的問題 因為我前不久 我在一個高中演講的時候 就有學生問我 追求哲學的目的是什麼 我說是追求美好的事物 然後他說追求美好的事物的目標是什麼 我說是幸福 這個是標準答案 一般人會產生詭辯的心理會覺得說 人生的意義終極以幸福為主 那麼happiness這個作為一個答案 本身可不可以被相對化 一般來講 如果說你讀過Simpulsion 你會發覺這個問題不應該被相對化 如果你不是這樣子的話呢 你就會出現相對化的問題 所以呢 這個就是final answer 就是我們追求好 那最終目的就是幸福 幸福就是udamonia 將來這個幸福這個字 在亞里斯多德的哲學會出現 那麼這個是我們有關於這個 這個部分討論的最後一個部分 那我們現在的話呢 要上這個理想國 Plato的理想國 好 我在這邊呢 在這個過渡的當中啊 就原來的安排 我是把兩者 原來就緊緊扣在一起 好 我希望呢 同學會因此而發生了很大的興趣 得控的時候呢 有關於饗宴篇 很值得自己好好讀一遍 很值得 你現在聽了發覺 那麼另外理想國呢 是一個政治的理想 那我在這邊介紹呢 也是一樣我會有一些連續性 但是對於剛剛呢 我覺得我個人最大的一個心得 我提出來跟大家共享 我最大的心得是 我以前呢 讀西洋哲學呢 有好幾個問題 有三方面的問題 第一個 我不太懂 為什麼愛 是一個經常掛在嘴上的名詞 然後我看到饗宴篇以後 我豁然開朗 我了解為什麼愛 是一個經常掛在嘴上的名詞 因為愛這個現象 對我們任何人而言 它具有普遍性 而且非常獨特 這個是第一個 那麼基本上我剛剛講的時候 也沒有哪個同學反對 第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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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愛一定是有一個對象 這個對象呢 一定是不在我們掌控之中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觀點 愛情哲學的觀點 就是你會愛的人 一定是你不可能全面掌控的 渴望愛情的人 一定要渴望一個他不可能得到的東西 他不可能喜歡一個機器人 忽之即來揮之即去 這個不叫愛情 愛情一定是在一個 就是out of your control 所以人家說這個男人不壞 女人不愛 這是隨便亂講的 沒有意義的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一定是something beyond your control 如果是under your control 這個就叫做手錶 這叫手機 你對手錶手機不會有特別的情感 如果是beyond your control 那你就包含你買不起的手錶 相賺的手機 相賺的手錶 你都會有desire 所以同樣一件東西 不是因為它的功能 而是因為在不在你的控制範圍內 所以 你說 我覺得就是在自己控制範圍內 並不代表他沒有特別的情感 在自己的控制範圍內 就是比如說手機手錶這些東西 有時候我們有 不是說情感 我說還是不是你欲求的對象 你已經有了你不會再有一個 這樣會陷入滔滔邏輯 就是滔滔的去 就是你已經有了你就不會想再有了 就是電力上就是 對 形式上這樣 但我講的不是形象的東西 純粹是用愛當成一個具體的事物來講 你已經擁有這個東西 就是你會想去擁有 這個東西一定是currently 你知道大概是什麼 但是你還沒有擁有對不對 那就沒有說明任何事情 就是它本來就是這樣 也說明的東西 比如說你想要比你現在手機更好的東西 功能更好 希望它更快 但你不知道有沒有這個東西 對啊 對啊 但是你大概知道什麼東西 但是你還沒有才會有 如果你已經有 如果跟你講說你現在現行的這個手機 是全世界速度最快 你不可能再要求了 你就突然之間 對於這個速度加快的要求就沒了 如果是這樣子 所以我要強調的重點 不是你到底有沒有想要什麼東西或什麼 我要重點是欲求這件事情 本身是可以做普遍的分析 就像愛一樣 這是我要講的重點對不對 是不是 老爺的意思是指得不到的東西 會相對的對於人來講 會比較有高的意見 不是嗎 不是嗎 是喔 就是你以為你可以得到 我告訴你 其實我 我剛剛表示過 我並不是一個很浪漫的人 我這個年紀大了我也發現了 我跟一般人的想法上完全都不一樣 可是我自己我舉個例子 這例子有點敏感喔 我舉出來大家出去不要亂講 我在想 我在想 因為我在做行政嘛 很多人想要到我們系上來教書嘛 然後我們系上已經有很多人 我的同事都已經在這邊教書嘛 就完全符合你的例子 就是以前錢中書寫過一本小說叫《圍城》 婚姻就像一個城 城內的人想跳進來 城外的人想跳出 想跳進來 城內的人想跳出去 就這個感覺 我最近的話呢 因為生活當中就有很多這種寫照 我自己呢 我自己的感覺也是類似如此 就是說每一個人的心理 所以這個欲求的對象 原則上越得不到的 套通俗的話講越哈 哈的越兇 能夠得到的你反而不care 我再舉一個更好的例子 如果你寫一篇你自己認為好的不得了的文章 你請五個老師改 四個老師給你90分都說好 一個老師給你50分 說你沒有小學三年級的程度 請問你最重視哪一個人的成績 請問你 我講的是40分 不是不是 例子 例子 這就說明了一切 所以這是第二個重點 就是說欲求本對 然後第三個重點的話呢 就是涉及到好跟幸福的問題 就是欲求對象一定是這個對象有應用了好的這個理念 好 so why you want it because it is good 然後說你一直追求good things 到eventually你什麼目的 because I am pursuing my happiness 所以我講這三點請大家注意 就是love desire 還有這個good and happiness 這三點都是非常universal statement 就非常普遍的 而且我們也有義務去捍衛它 這就是構成了真善美的基本的要領 就是說we know something is good out there 所以good是使得真善美成為可能的最重要的概念 為什麼這個很重要呢 請同學注意 因為我們在學哲學的過程中 極容易發生一個思想上的轉換 以為一切都可以相對化 沒有一樣東西講 說哲學家講來講去都是吵來吵去 你錯了 柏拉圖的哲學就是要建立這個真善美的基礎 所以你深刻的讀了響葉篇 你就發覺啊 原來真善美是同一個道理 就是idea of good now eventually for the good of your whole life which has happened to be happiness 對不對 那這個就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在大二的時候 讀西洋哲學史 最主要就是要從這個角度出發 他是一個系統沒有錯 你either要批評它 or認同它 不重要 重要的是什麼 重要的是我們在哲學討論當中 有些東西它是堅如磐石 沒有這個磐石 基督教的整個哲學不能建立起來 這是我強調的這個讀symposium的重點 所以simposium到底怎麼樣詮釋愛啊什麼 這個不是我要講的 我要講的是這個 好 同學們有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我是用最接近大家的語言所講出來的 請大家注意一件事情 我的課程我必須要面對鏡頭回應一下兩個很重要的重點 我的課程整體來講我現在演講什麼我都堅持這一點 我的用語一定是最極端最激烈的 我的例子能講到色情的我絕對不會講誇張的 這個能講到誇張的我絕對不會講平淡的 那我激烈理由有兩點 第一個增加你的印象 讓你注意到它的印象 然後第二個的話呢 我的立場一定是用affirmative sentence 就是肯定句說出來的 肯定句說出來的 肯定句說出來對你來講只有一個好處 你只有either接受它or反對它 你沒有第三條路 所以同學注意 就是說我也了解人的內心世界 遠比肯定句要表達的複雜太多了 我們剛剛討論過這一點 可是我故意用肯定句的理由 就是為了要讓你學習 我想到用一種最簡單最有效的方法讓你學習 就是你不用花費特別多的功夫 懂嗎 你懂我的意思嗎 你聽得懂嗎 用廣東話講也是這個道理 就是affirmative sentence 讓你因為你聽到比如說我說 我說我們哲學中最害怕的事情是 這就是affirmative sentence 所以我們相對化了一切 然後讓人家以為你們哲學家就是 抬來抬去沒有結果的 我說你錯了 講這種人他是笨蛋 是錯誤的 根本不懂 我們哲學家是非常非常堅固的 我們三大磐石在symposium 中 第一個愛是一種很特別的現象 它不是一般的概念 沒有談過戀愛的人才敢忽視這個字 談過戀愛的人化為這個字 那就不要講了 第二點 愛裡面包含了欲求的對象 欲求的對象本身 我們所注意到有一種很特定的道理 就是什麼呢 就是你越追不到東西你越想要 人就是賤 對不對 第三點 你們只是發出這個 你不會覺得很好笑 因為我覺得 怎麼搞得變成這個樣子 然後第三點就是人生追求的目標 一切都來自於好這個概念 the idea of good 是一切問題的核心 所以你等到後來讀康德倫理學的時候 他講說所有倫理學的基礎 begins with the idea of good 這是康德的想法 道德行商學的基礎 如果你上文哲老師的課 他的第一句話就這個 所以我幾個概念連結在一起 我印象很深刻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就是討論到柏拉圖的理想國 柏拉圖理想國呢 我希望能夠在接下來的時間把它上完 柏拉圖理想國呢 因為書很長 這是柏拉圖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是他最長的一篇對話錄 在這一篇對話錄當中 我舉了他三個 我個人覺得很特別的 就是一開始的中間的第四章 第一章第四章集最後一部分 第十書book one book four book one book seven and book ten 三個故事 也是比較有名的故事 這三個故事 第一個故事是洞穴的故事 是講柏拉圖的知識論 是洞穴的故事 那麼其實第一個 真正應該講的第一個故事是 第一章裡面第一書 第一書裡面講的Theoras Marcus 跟蘇格拉底針對什麼是正義做的討論 我原來的安排把它放在第二個討論 因為我想製造成一個真善美的一個形象 第三個是有關於柏拉圖反對戲劇的一個立場 三個立場呢 就是請同學稍微注意喔 在我們整個介紹柏拉圖到這邊的時候呢 我們嚴格講來只介紹柏拉圖初期跟中期 那麼因為介紹柏拉圖的一個思想觀念呢 我採新的策略呢是這個樣子 我第一個部分呢 是強調他跟蘇格拉底的不一樣 然後再強調他一切問題的起源 來自於他跟蘇格拉底的學習 然後最後發覺他在這個天才之作呢 慢慢透過他的作品呢 展現出他的這個系統 然後柏拉圖的系統 變成一切哲學相關問題 不管是攻擊也好順應也好 最重要的系統 所以在這個發展的過程當中 出現的內容就是這個樣子 那麼在這個發展的過程中呢 裡面有 因為內容非常多 但是我選擇我覺得最具有代表性的 而且這幾個代表性的討論呢 跟現代的生活的也最實際 也基於這個緣故 也基於這個緣故 所以我很 我想事先先說明就是說這三個故事 那我在這邊呢 在這一章當中呢 我先跟大家討論一下 這個首先第一個有關於洞穴的故事 洞穴的故事是理型世界的陳述 洞穴的故事 那麼大家都可能都已經接觸過 你在哲學概論的時候 都已經接觸過這個故事 那我們在這邊的話 只是把它放在我們整個脈絡 第二個有關於正義的定義的時候呢 是個非常非常有趣的現象 它跟我們現今的政治都息息相關 跟我們現今相關 什麼什麼 是什麼議題呢 這個 我昨天被人家問到 今天的美國選舉的結果 跟兩 跟明天的大陸的交班 他們之間 中美兩大強國之間 中美兩大強國之間 代表什麼樣的意義 他們都要有交班的可能 我今天只要看到消息是 目前形勢非常不明朗 非常tight 昨天主持人問我一個問題 非常有意義 也很大膽 他說有沒有可能 十年後 全世界人都發現 政治制度我們有兩種選擇 一個民選的 另外一個散讓 散讓政治 因為大陸明天搞的是散讓政治 然後美國搞的是民選政治 有沒有可能就是 我說你問這個問題好極了 有很多的層面可以談 第一個 人類的歷史到今天一兩百年來 我們今天在座的台下同學 我很激動的問大家 我很激動的問大家 你們哪一個人知道有什麼道理 臺灣的政府過去二十年來 不顧一切發展民主的理由是什麼 有沒有哪一個說得出來的 我打包含你沒有說出來 有沒有人被諮詢過 有沒有人被問過 有沒有人真心真意喜歡民主過 這是第一個問題 我們只知道美國人這樣搞 我們就跟著走 你跟著美國走一切都對嗎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過去一兩百年來 全世界沒有出現過任何一個非民主的國家 可以跟民主國家挑戰的你知道嗎 我們認為非民主就是滿清 就是這個洛武 就是這個剛果 要不然就是這個什麼 什麼什麼什麼烏干達 要不然就是什麼委內瑞拉 什麼伊朗 這種國家對美國都不堪一擊啊 對不對 對不對 沒有出現過英文叫Aternative There was never alternatives 對不對 好了 明天開始 萬一出現Aternative怎麼辦 然後第三個請同學不要忘了 全世界哪一個國家跟這兩個國家最熟的啊 全世界哪個國家跟這兩個國家 一個才剛剛通過免簽證 另外一個的話呢同文同種兩千 三千五千年 全世界哪個國家跟這兩個國家最熟的 你舉個例子 我們真的是走在十四路口上 所以Republic當中有關於正義的討論 是很有意義的一篇 因為他討論的剛好就是這個問題 什麼叫做正義 正義就是權力在 擁有權力的那個人所出來的話就是正義 Power 對不對 這個議題真是fascinating topic 我自己都興奮起來了你知道嗎 我常常半夜睡不著起來就是很想正比集書 寫個六十萬字的大書 然後宣告世人 大陸的未來要看台灣 台灣的未來要看美國的衰敗過程 我很想這樣子講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這個影片傳到對岸 他就會發覺說點通了我實在是不願意談這個題目 就是我再講一遍 因為我在電視上也講 我說這是個假言命題 這是個conditional 假設 如果十年後出現的結果 勢力此消彼此 我希望美國繼續強大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不用花腦筋再學另外一套政治哲學 如果for some reason we need to learn another theory 那不得了啊 為什麼 整個有關於非民主的理論是缺乏的 這是誰的工作 這是哲學家的工作 這是哲學家的工作啊 我們的洛克 我們的孟德斯鳩 我們的盧梭在哪裡 所以我講過好幾次 這個問題就這麼關鍵 那你現在想說 大家心裡不明白嗎 這個路走下去 我們原來模仿的美日兩國 處境現在是尷尬 我每天跟一些搞財經人在一起 他們把這個未來講得一塌糊塗 對不對 那你們是年輕人啊 Your future is screwed 還得了 好第三個就是講到理想國中的教育 所以只有教育可以讓我們拨亂反正 回到原歸 但是柏拉圖的教育是非常誇張的 是我對柏拉圖哲學唯一不反對的 唯一反對的 而且我覺得他的教育思想是所有 整個思想當中最讓人不可以理解的 好 這三個代表真、善、美 我們講政治這代表真、善、美的概念 所以我把這個理想國用真、善、美的概念把它挑出來 我做了介紹 我們再複習一下 the world of ideas the world of ideas immortality of the soul the application of reminiscence recollection and the illumination of knowledge 請大家 我們一直有 不斷地有這四個概念 讓大家瞭解一下 第一個我們談到光照illumination 兩周就是今天了 我們談到一個true beliefs 的概念 這是一個矛盾的概念 這等於說信念是可以真實的 在柏拉圖的二元架構中 這是不可能的 真的是真的假的 那麼為什麼柏拉圖自己會提出這個概念 而且他是用一個喝酒的場合中提出來的概念呢 答案是 這就是人的實際狀況 人的實際狀況 所以我一而再再而三跟大家強調 柏拉圖的哲學不脫離我們實際的狀況 那麼這個當然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真實的信念說明有兩種有關人的情況 很多人是誤以為我們擁有真實 其實我們擁有的只是信念 很多人錯誤地以為我們擁有真實 其實我們並沒有真實 我們只是信念 這種情況呢導致一種反反覆覆 成為人云亦云的結果 用來排除堅持追求與熱愛真理的哲學家 問題是哲學家也是人 最多只是認出人云亦云的限制 只是真實的虛幻影像景象 卻沒有神的能力指出真理 這個我們都是我們重複 我們剛剛講的在symposium 大家都知道 我沒有特別 我只是說 那哲學家要如何應付這種兩難 我們想想看 在酒醉的時間 大家講到 其實你講那套都是狗屁 然後呢 哲學家討論 第二天早上大家酒醒了 宿醉了 幾口濃茶喝下去 吃完早飯了 突然想到說 昨天晚上我們討論到一個兩難的情況 為什麼 我們對很多事情 我們剛剛討論結果 這個同學嘴巴說出來的 老師好奇怪 你講得對 為什麼我們總是喜歡追求那種 我們追不到的東西 為什麼我們一旦到手的東西 馬上棄之為必喜丟到一旁 請問親愛的同學 你有哪一個人買過一本參考書 在考完聯考以後 還放在你枕頭旁邊的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 你也知道好了 答案是不可能 為什麼這本書的價值 伴隨著聯考而一起消失 它就是trash 之前的話它就是gold 完全有一個外在的目的 決定它存在的理由 所以人一定要追求那個內在 人內在的感覺最特別了 為什麼特別 因為我們自己都不知道我到底要什麼 我跟你講 人很難了解另外一個人 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這個也是為什麼說 當贏得一個人的愛是多麼的可貴 你知道嗎 就是說因為它是另外一個心理 然後他的心理專在跟你同步 君王 君主 我看過這個漢武大帝裡面一個情節 匈奴的殘餘要重建生威啊 不是被這個或許被人給打的一套 重建生威的時候 他搞了兩百個騎兵 挑出他五名最喜愛的飛子 其中最漂亮的一名他挑出來 然後講說從現在開始 我的劍指向哪裡你們就指向哪裡 我射向哪裡你們就射向哪裡 然後他突然一下指向他最寵愛的飛子 然後再一劍射過去 結果飛子身上兩百名 身上只有什麼的 只有一百九十九隻劍 他把那個另外兩個沒射出來 抓到頭把他砍掉 從此這剩下的一百九十八名騎兵 就完全沒有自主意識 他要幹什麼 就完全變成那個魔界裡面的半獸人了 沒有大腦只有胸肌了 人就被訓練成這個樣子 你不要以為 你千萬不要以為這個離你很遙遠 這個可愛的同學們 讀理想國最偉大的成果 就是發覺破壞一個人頭腦的過程 好像六七十年前發生過大型的事件 這個非常近而且非常容易 非常非常容易 控制一個人頭腦非常容易 我兩分鐘講出來的故事 大家一聽就懂 任何一個君王都要這種效果 只是說到底要把周美青 還是把巫蘇貞幹掉 那就不曉得是誰的了 那是另外一個問題 那就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好 所以呢 對於柏拉圖來講 哲學家要解決兩者就要做領導 要當頭 當頭的話呢 不是選擇哲學家擔任領導 而是教育或教化領導成為哲學家 他要懂得 那因此在理想國的第七書中 直接談到什麼是哲學家 就是如果將一個具有智慧的人 教育成為哲學家 所以這個是我們要的 哲學不是純粹知識的 哲學不是純屬於智慧的 它屬於真理的事業 其中包含了實際掌握真理的進程 請同學記住這前面三句話 一個領導人 所以我跟你講哲學這個討論非常獨特 我建議大家去看看馬基維利的君王論 超精彩的 他說什麼 因為君王論做的事情是如何 君王的要求是如何讓人家愛戴你又要害怕你 如果讓人家害怕你的時候你要有技巧 讓人家愛戴你的時候你要懂得作秀 你去看看史達林毛澤東跟希特勒哪一個人不是這樣的領袖 你看歷史啊 你不能夠只看這個復興中華文化委員會的宣傳啊 你要看到這些大魔王他怎麼樣起來的啊 你看那個故事 我講一個比較特殊的感覺啊 請大家注意一下 這個當希特勒徽兵東進進入俄國的時候 你去聽聽看史達林的演講 大家都把史達林當成一個殘酷無比的莫名其妙的殺人魔王 跟張獻忠一樣 你錯了 他那個演講的裡面的內容講得只好 連我看了都迷住了 他說什麼 他說俄國被攻擊了 然後俄國不是第一次被攻擊的 俄國以前被拿破仁攻擊的時候 拿破仁也說他萬事無敵 結果他敗在沃瓦河畔 我們這一次也要遷到沃瓦河 叫大家一起往往繼續往東側 然後能夠燒掉的房子你盡量燒掉 能夠殺掉的牲口你全部殺掉 一粒麥子都不留 老人的話來告訴他們一起為國家犧牲 整批人走啊沒有一個留下的啊 超感動的啊 那俄國憑什麼打敗德國啊 你要了解 所以說一個政治人物 我覺得柏拉圖不是講民主的人 可是讀柏拉圖的理想國 看的如果你看懂裡面的道理 真是熱血沸騰 真的真的是熱血沸騰 這個而且不會想參選 只想獻冊 參選就完蛋了 好 這個所以說 這個進程告訴我們真理可以感覺得到 但實際反省後的感覺又會否定原先這個感覺 於是哲學是介於感覺跟思想之間的行動 對不對 所以真理的展現方式有兩種 第一個是創造力 將所有部分的經驗集為整體提出個整學人的展示 提出一套真實的感覺 主觀判斷這一切都有可能是主觀判斷下的錯誤 兩點之間所構成的問題就是我們所謂的洞穴預言 洞穴預言成出來的概念就是說表象跟對象 這個我們講過了理智高於理解 reason高於understanding 那麼理智追求純粹理念 可是透過可以透過辯證法達到 一旦達到結果是定言式的 就是一種categorical 所以我剛剛說過 我們經過 symposium這樣子的討論 結果得到的最後的結果 有關於愛是一種人類特殊的現象是定言式的 有關於欲求的對象的道理是定言式的 有關於我們所追求的終極目標是定言式的 就是categorical 不管你同意不同意 他都是鮮豔的確定的不會改變的 是重要的 是這樣子的立場 好 那麼理解是數學推理中所需要的知識能力 低於理解的原因在於 依然需要應用不必受檢驗的假設功力 axioms 我請大家再回憶一下我們講到AB作為 你還記得我們講到柏拉圖的整個知識是A跟B嗎 請最後這一段中間是c 這邊是e e跟b這一段其中包含了解釋數學為什麼可能 對不對還記得嗎 那那一段當中包含的各式各樣道理就是所有我講出來的東西 言之成理的部分 請同學注意喔 請同學注意喔 我因為掌握到這個道理 所以我會非常努力的講出各式各樣 我這個禮拜已經面對五百人的大型演講已經講了三場了 雖然收入普通不過他都讓我發覺非常重要就是說 我面對這麼多人我沒有機會錯誤 所以我不斷的練習很會說故事的本領 在底下人講完以後給他們二十到三十分鐘的發問時間 問題層出不窮 不過通通都進入我的陷阱當中 因為我講我自己覺得最融貫的故事 我的一個信念就是受到柏拉圖的影響 只要你覺得你講出來的東西言之成理 這個東西就已經反映了理型的狀態 懂嗎 而且這些東西就會構成了進一步發展創造力的靈感 那麼為什麼這個重要 因為我們受教育的目的就是為了培育創造力啊 那天我在中山女高演講的時候 我一開始看到學生懶洋洋的躺在那邊 有的睡 有的反過來睡 有的正面睡 可是我突然問一個問題以後 全部都醒來了 我說你們為什麼要受教育 有沒有人問過你為什麼要受教育 你的父母有告訴過你要一定要 你的父母只為你說你一定要受教育 他有沒有告訴你為什麼你一定要受教育 結果講完以後效果太好 有一個穿著綠上衣的綠制服的女生 跑到我前面還沒開口哭得不停啊 我說他在幹嘛 我說你再哭下去人家以為你是小三啊 不得了啦 下禮拜再談 我就跑掉了 這還得了 我們只負責發問啊 我們哪裡有解答啊 對不對 我解答也要帶到 因為你 我有時候常常跟他講 你要了解這個答案 你要跟著我上西洋哲學史啊 你這樣子一下子講完以後 那他懂什麼 這個東西很複雜 沒辦法這樣子一口氣說完的啊 所以說 Therefore Mathematics can never tell us what is but only what would be if 不啦不啦不啦 這樣子 這個情況 所以想要追求進一步 理解數學的可能性 必須訴求理智 所以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用光的理論 視覺的比喻 illumination 眼睛就叫靈魂 物品就是對象 光亮就是真理 你看我是真理 我是道路 我是光 這個就是聖經裡面的話 對不對 就是這樣很像嘛 這個洞穴的故事就是有聖經裡面這個內容 因為真理所以才能看到對象 沒有光或是缺乏光的時候 我們看到的極為模糊 極為模糊就是我要講的例子啦 雖然它很模糊但是還是看到something 所以這些something still reflects the ideas not exactly the same but reflects partially 好 那麼這個我們接下來的話呢 就是要討論這一部分的內容 陸陸續續 the soul is like an eye when resting upon that on which truth and being shine the soul perceives understands radiant with intelligence 這是靈魂 對不對 turn towards the tree light of becoming and perishing 就叫做會消失的東西的時候呢 the soul has opinions only and goes blinking about and it's first of one opinion and then of another and it seems to have no intelligence 就是靈魂要是被遮蔽沒有被造 Now what impart truth to the known and the power of knowing to the known is what I would have you termed the idea of good and this you will deem to be the cause of science 所以這個idea of good就是這麼重要 一開始就任何事情 你會覺得它好值得注意值得進一步探討 教育的概念 就是讓學生發覺受教育 是為了追求的idea of good 我昨天在中央大學 面對他們新生也是五百多人 我大聲疾呼高等教育的政策有錯誤 為什麼 高等教育政策錯誤是 讓很多根本不想讀書的人坐在教室 毫無意義 這些人喜歡刷油漆 喜歡換機油 喜歡修水管 他們喜歡做manual work 可是在一種社會上的壓力全部坐在這裡 然後更可惜的是我們有幸是懂這個道理的人 我們是哲學系的學生有機會看出道理 沒有機會見言 又沒有膽量革命 作困仇誠 我一個禮拜只有這三個鐘頭跟你們一吐為快 這是我精神跟體力的來源 懂嗎 這個我真的是很感慨啊 我是用熱情在上課啊 不吃不喝不睡啊 說到不喝我稍微調整一下 我把洞穴的故事 我用四字一句 這個是自我作文啊 其實是內容一樣 我也懶得翻譯了 因為用文言文翻譯啊 感覺上比較少寫幾個字 因為這個其實內容大家英文也都夠好 就是說呢情景 改變 助人 嘲弄 注意喔 這個故事很深遠的 這故事非常有趣的 而且這故事基本上說明這個人呢 他的性格很機車 基本上是這樣子的一個性格 你看他的內容啊 就是說他這個原來啊 其實我不要按照這個念了 大家可以看了裡面 他原來是這樣他做一個設計 這是柏拉圖講的一個例子 他一群人呢面對一個火 背著一個火在面對一個牆壁 所以他在牆壁中呢看到自己的影子 看到自己的影子呢 影子是不是真實 影子是不是真實 你知道了影子是不是真實 影子不是真實 但是影子是不是完全不是真實 所以你的影子出來的話 頭會比你的頭放大三倍嗎 所以影子不是真實 影子也不是完全不真實 對不對 所以影子是什麼呢 影子是光影 影子是真實的影子 所以影子只是部分的顯露 所以影子有值得信賴的理由 但是不充分 所以在那個光底下 每一個人都這樣相信 然後大家久而久之 如果一群人只看到影子看不到自己 他會不會覺得影子就是自己 那我們假設他在裡面做了已經十幾年了 久而久之他 然後底下地下室是完全昏暗的 所以他認為他是他自己 然後從來就是看到都是影子 有一天 我忘了講他們都被鐵鏈鎖的不能動的 只能往前看不能往後看 有一天不曉得什麼原因 有一個人的鐵鏈鬆開了 機車人 是你還是我 是我好了 我比較機車 鬆開了 鬆開以後呢 第一件事呢 他就開始慢慢慢慢的摸索 可以回頭了 還有一點火光 可是他發覺呢 那個光呢 魚光呢 繞到旁邊一條路 好像往上 山頂往上去 他就慢慢慢慢爬爬爬 一路當很困難啊 很黑啊 很害怕啊 可是呢 爬爬爬到了東光 慢慢明顯 越來越明顯明顯 最後一出洞口以後的什麼樣呢 看到光 大錯特錯 什麼都看不到 對不對 然後呢 經過一段時間 慢慢慢慢慢慢的調適了 調適了 發覺 這個世界上鳥語花香 有顏色了 原來沒有顏色 原來都是黑色還不是白色 現在有黑色有白色之外 還有彩色 對不對 然後呢 突然呢發覺 在水池中看到自己的臉 有顏色的臉 發覺自己 有鬍子了 發覺的 發覺的 然後呢 心裡想說 就開始思考啦 為什麼我看到了 以前我以為是 不知道是什麼 就臉上摸起來就不平順 現在還是不平順 不過知道了 是長在臉上的 跟頭髮一樣的東西 然後呢 就想知道什麼 一看 了解一切了 為什麼了解一切 看到太陽呢 才知道太陽是一切光亮的來源 然後呢就很高興 為什麼很高興呢 就急急忙忙碍線嘛 機車嘛 就想趕回洞裡面去告訴人 說不要再被騙了啦 這個影子都沒有用了啦 這個 然後底下的人聽完以後 就是說在喊的時候講說 欸我們在這裡 可是這個人忘了 他太興奮了 他衝下來的時候 又什麼都看不見了 因為底下沒有燈啊 跌跌撞撞的差點摔到火上 人家說瘋子 這個人是瘋子 他說他有真理 他連眼前的火都看不到 他再炒我們就殺了他 結果他繼續炒 把他做掉 這個當然你們上到柏拉圖到這邊 你當然清楚 所以我說 洞中昏暗人遭戀所 前面強後面火人只見影 改變脫離線所向光而爬 幾經困難終於見光 見光得爭發現錯誤 想要共享決心回動 回動逢黑不見無止 想幫助人卻為人潮 終遭殺害 我們休息五分鐘好了 等一下再回來上課 那講 洞學故事我們講到詞 然後因為這個主要是體現了我們光的理論 illumination的理論 所以我想我不需要特別多做解釋 同學們應該也都理解 那我們現在的話呢 就要講到第一書中有關於正義的討論 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 而且非常特殊的一個題目 因爲什麼呢 我先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希臘人沒有justice這個概念 希臘人沒有 因為justice這個概念呢 是羅馬人的拉丁文的概念 又取了希臘人的正義什麼呢 希臘人正義是dicate 就是英文中的那個dictator那個字 那dictator叫什麼 dictator是什麼 獨裁者 獨裁者 所以說正義怎麼跟獨裁者扯上關係 原來是dictating dictating就是做判決 所以希臘人對於人跟人的生活 是回到了本質性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假設有一個東西叫做權力 我坦白講齁 在不同的場合有不同的權力 在這個系上我有最高的行政權 在這個教室我有最高的教學權力 我講的是power 但是呢學生呢有他們的power 他們有聽還是不要聽的權力 誰的權力最大看情況 在我那個時代中學生是沒有權力的 在你們這個時代中學生權力最大 校慶馬上要到了 你就看到學生的權力有多大 但是學生面對黑道是沒有權力的 很怕挨耳光 在學生面對校長突然變得很勇敢 變成三百壯士要征服校長 所以這個很奇特 為什麼同樣的人 那黑道碰到校長非常害怕 隨便跟警察預報就是管理什麼幫 全部吵得一乾二淨 以前的大陸的黑道 老百姓非常怕黑道 可是黑道非常害怕碰到解放軍 極其殘忍 拉出來全部槍斃 一次槍斃幾十個 在我的家鄉就幹過這種事 老百姓都耳手稱勁 就是權力是個很奇怪的東西 不同的場合不同的人事實地物 都會出現不同的權力概念 我們是基於這樣子的一個討論來看 有關於正義的討論 柏拉圖政治允許不平等國家 做工作的分配 政治的目的戰爭與生活 至於什麼樣的國家基礎上正義才最好 這個問題沒有簡單或客觀的答案 往往武力屬人頭就是答案 往往 這個二十世紀最偉大的成就 就是在政治的立場上發現了暴力之外的可能性 其實大家有空翻一翻這個 Hannah Allen 的這個 the origin of totalitarianism 極權主義的起源 就會非常驚訝 極權政治發生的過程是如此的容易 就容易的一塌糊塗 非常非常容易 因為人的本質 人的本質就會出現權力的問題 好 那麼我們也是一樣 一如往常唸幾段原文 但是我會挑出我覺得它很有意義的 就是說是 這個是一個場景 有一個人名字非常長 叫Cyrus Marcus 跟這個柏拉圖的代言人 Persona Socrates 在討論 那麼什麼是justice What's justice 那麼這個 Listen that he said I proclaim that Cyrus Marcus Justice is Nothing else than the interest of the stronger 強者的意見就是正義 請注意喔 justice 這是理想國的話 And then now what do you say 這個 Let me first understand you I replied justice as you say It's the interest of the stronger 這個是蘇格拉底講話的 What's the meaning of this Cyrus Marcus You cannot mean to say that because polydamas 這個prancthesus 就是stronger 就是一個真的很強壯的人 那麼有一個人 他對他而言 他強壯 他吃牛肉就強壯 那所有其他人都一樣 那這樣子的話 對我們來講不是正義的 那麼 Syrus Marcus 說蘇格拉底 You take words in the sense which is most damaging to the argument 所以你完全搞錯了 我不是講個人的physical strong 我不是講個人physical 我講的正義是 different forms of government 不同的 我在這邊跟大家強調 好 我們的政府只會有三種型態 第一種一個人管理的 一個人管理的就是有叫做tyranny 君主政治叫monarchy就是tyranny tyrant就是我們翻譯成 就中文翻譯成暴君政治 這個是很錯誤的 因為一個人管理 聖君賢相也叫一個人嘛 就是tyranny 然後呢一群人管理的呢 叫做aristocracy 有點像那個中共中央政務局常務院 或者英國的什麼上院什麼的 aristocracy 這個字我們翻譯成貴族政治 還有一個當然是民主政治democracy these laws which are made by them for their own interest are the justice which they deliver to their subjects and him who transgresses them they punish as a breaker of the law and the justice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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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就是說 請大家注意這個重點在這裡 我們仔細想想看 這個政府需要的人作為代表 立法委員是一種代表 他的執行對不對 對不對 這個國家如果有一個人 塞德克巴萊 莫納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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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莫納魯道是頭目 他是一個人 在整理這個 這個 這個 電影裡面那個組什麼 什麼組我搞不清楚 馬赫波爾那麼清楚 然後他是頭目 他另外說像美國今天在選舉是democracy 不管是一個人 不管是一群人還是所有人 他們做出來的法律就是法律 遵守他們的法律就是正義 不只說他們的法律就是不正義對不對 對不對 這是他的定義 你覺得他定義有沒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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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看你覺得他定義有沒有道理 我找一個看起來比較有一點概念 你這陣子突然流起糊仔了 你說說看 你現在流起糊仔的時候 長得越來越像國父了 沒有 我剛剛問題沒有聽清楚 不要問 你說有沒有道理 沒有聽清楚啊 有哪一個人聽得清楚 這很重要的問題啊 你說看有沒有道理 你應該聽清楚了 有道理嗎 你是最清楚的 你覺得有沒有道理 那不是哲學家領導就沒道理了 因為你不能確定那個人他制定出來的規則 遊戲規則 到底能不能一說出來就變成正義嗎 沒有 你要怎麼樣 你覺得這個講法有沒有道理 你講 坦白講 你是我覺得全班最有思想的人 我覺得很有道理 最有思想覺得很有道理 你呢 你是最沒思想的人 你說看有沒有道理 強烈的對比 你做個仲裁 如果這樣子算爭議的話 那麼蘇格拉丁因為民族二次就是也是爭議 對啊 所以蘇格拉丁遵取這個法律啊 對啊 這有什麼問題 你覺得呢 你覺得有沒有道理 有道理 有道理 我覺得你不可能反對他啊 你一群人總是需要有人代表啊 讓代表人做出來的啊 你能夠質疑他的程序 你不能夠質疑他的結果 你可以嗎 不可以的 對不對 好了 你們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討論在這裡 好 這個 我覺得非常精彩 And that is what I mean when I say that in all states In all states there is the same principle of justice which is the interest of the government And as the government must be supposed to have a power the only reasonable conclusion is that Everywhere there is one principle of justice which is the interest of the stronger 沒有話講 對不對 是不是這個道理 interest of the stronger 我告訴你啊 連澳門都不例外 你知道嗎 因為什麼命令來自中國 但是怎麼樣呢 事實上的話呢 你有本領的話呢 你就不接受 沒有辦法不接受 你只好接受 只好接受結果 他也不會不考慮你的意見 不一定都不好啊 沒有人沒有人認為說 臺灣沒有中國管理 就一定比澳門香港好 這個是個大問號啊 他們不好意思講 他們心裡明白了 可能到底好不好啊 我從17歲開始就有香港同學啦 他們從來沒有覺得他們差過喔 我告訴你喔 最近可能差一點啦 這是真的 我沒有開玩笑的 這個有香港 你是香港人嘛對不對 對啊 這個我沒有開玩笑的 I will and the first tell me Do you admit that it is just or subject to obey the rules I do but other 這是蘇格拉底在講話 蘇格拉底要反駁這個問題 你看他反駁重點 Are the rules of the states absolutely infallible 就說這個國家所制定出來的規則 是不是絕對不會錯的 Or sometimes liable to err 所以有時候會出錯 To be sure he replied they are liable to err That in making their own rules Lows They may sometimes make them rightly And sometimes wrongly Right True When they make them rightly They make them agreeably to their interest But when they are mistaken contrary to their interest You admit that 現在問題來了 現在問題來了 就表面上形式的結果 這個國家一定這樣子 但是他問到一個最根本的權利 就是說制定法律的人有沒有可能出錯 你覺得有沒有可能出錯 制定法律的人有沒有可能出錯 有沒有可能出錯 蛤 為什麼他會出錯 為什麼他會出錯 我跟妳講啊 對啊 來 我認為是有些法律他是沒有辦法考慮到所有的條件的 那制定出來的法律就沒有辦法適應在現實的條件上面 或者現實的條件 舉個例子 舉個例子 不是講有些這樣子 你在一個錯誤這麼多的政府當中 你應該可以舉個例子來 例如說著作權法這種東西好了 那如果說今天的那個 現實就是 反著作權的盜版會促進商業的發展 那麼著作權法就不應該完全的把那個盜版全部隔絕下來 例如說把那個Megafile封鎖起來這種東西 你可不可以講的平易近人一點 聽起來好像就感覺上在讀資工系一樣 他講他講什麼東西 什麼叫Megafile封鎖 一個網路封鎖的公司 就是對像瑞士 專門負責盜版的東西公司 對他就是一個免費空間 然後讓大家上傳盜版的東西 然後在上面就是分享分享分享這樣子 那就是說完全都不用花錢的 是宅男的最愛 對宅男最愛 然後但是 眼中流動 但是瑞士政府就會允許這個 像Megafile這種東西的存在 原因是認為他認為在這個資訊流通的時代 資訊必須是流通的 如果說一個媒體商業 他沒有辦法去抵抗這個資訊流通的發展的話 那反而是一種阻礙進步 所以這就展現了一種 美國的法律 他其實是沒有辦法涵蓋到就是完全的條件 全面的條件 所以制定出來的東西會不完全 這就是他有可能錯誤的地方 另外一個有可能錯誤的地方 是因為時空條件的改變 時空條件的改變會促使現實環境 沒有辦法讓法律適用 例如說集會有刑法在戒嚴時代 可能非常適用 是因為戒嚴時代要維持一個戒嚴的秩序 可是在戒嚴之後集會有刑法好像就有那麼點動搖 那是因為就是我們已經回到憲政 那回到憲政理應當就要保障出最大的自由 所以這個集會有刑法就會在這種情況下不適用 這是我說的第二種法律不適用法律出錯的可能 你講的不是我講的重點 你是說這個法律就本質你認為他出錯 我講的不是重點 我講的什麼重點 我再重複一遍 我講的是立法的人 會不會永遠按照他的利益立法 按照他的利益 對 你說 我覺得只有比較偏向效益主義的想法 就是立法人雖然說他按照他自己的利益在立法 可是基於他的利益 他也不希望遵守法律人會因為到時候法律不適用而退辦他 所以他還會參考參考一下對不對 對啊 所以這個還是一種外在的目的 所以他的利益就是說 比如說一個人一個君王的話 他不可能完全是正極國家 這個法律就是老子的想法 不可能這樣子對不對 那一群人的話他不可能不顧聲明大眾 光是收刮無盡 弄到最後的森林塗炭也不可能 那民主的話一起亂搞最後一起完蛋對不對 所以他會想到有一個解決方法 所以這個是這個利益啊對不對 這裡頭是有一點矛盾 但是我前面講到說一個政府總是有代表啊 這個請我們繼續看一下這個 蘇格拉底怎麼說 啊 啊 and the laws which they make must be obeyed by their subjects no one no problem and that's what you call justice doubtless and that justice according to your argument is not only obedience to the interest of stronger but the reverse 蛤 啊 rullers有沒有可能出錯 有可能 任何人都有可能出錯 如果有可能出錯說導致出來的結果是什麼呢 導致出來的結果就是他不是按照自己的利益來做考量 如果他不是按照自己的利益的話呢 他就是按照 違反自己利益的方向做考量 而違反自己利益的結果的話呢 那麼所以說既是按照自己的利益做考量叫正義 又有可能不按照自己的利益做考量叫做正義 所以重點的話呢就變成兩種情況都叫正義 所以正義不能夠透過按照自己的利益做考量來定義 請同學注意 那 you must also have acknowledged the justice not to be for the interest of the stronger but if as you say justice is the obedience which subject renders to their comments in that case all wise of men is there any escape from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weaker are commanded to do not what is for the interest for what is for the injury of the stronger 有可能就是說擁有權力的人的話呢還有可能做出來的決定會影響到他自己的權力的本質 這種可能性不能夠排除 這是一個有關於 這是一個有關於政治上討論的一個議題 那麼我強烈的建議同學因為不常 他在這個理想國所占據的位置 那麼卻非常重要為什麼呢 我針對於這個這個案章節呢做過很長遠的思考 尤其是呢我曾經呢考慮過這個非常多現實政治的問題 那我注意到一個問題就是說 政府什麼叫做他自己的利益 這是一個open question 他有永無止盡被定義的可能性 就什麼叫做利益 我們最近面對了很多現實政治的問題 我覺得現在台灣進入一個急需哲學思考的時機 急需為什麼 我不是在這邊 因為我上這位課而鼓勵大家 我們坦白講 我們講學而優則是 我們現在政府裡面用的不是院士就是博士 要不然就是台大教授 我們學校的老師好多 就是我們學校老師這號稱最能幹的人 然後呢我們所有的政策 大家就投票希望兩岸的關係能夠更開放 我們更開放 大家希望中美關係更好 我們已經達到了赴美免簽 同學你們有沒有在外國長期待過 你知道赴美簽證是一個很敏感的議題啊 因為全世界各地國家的美國領事館都圍三圈在那邊辦簽證啊 美國人你去辦過那個簽證那個interview 在座很多人去interview過吧 你有沒有interview過 他就你去過對不對 他就故意羞辱你對不對 不管你是什麼大官 連立法委員都在那邊排隊你知道嗎 監察委員就坐在我旁邊 他也不敢插隊 他插隊我罵他 然後我插隊他罵我 這是老美設計出來的騙局 我們所有的 我們所有的努力目前為做法 通通在理論上來講都沒錯 結果不對 大家越看越不對 沒有人知道錯在哪裡 現在的情況越看越不對 說曾幾何時 國家的GDP變成保育總隊了 感覺出來了 越來越不對了 然後呢沒有人知道原因在哪裡 那我們只好要哲學家出來做判斷了 把把賣了 你讀理想國你就會發覺 我一開始已經講過 因為要了解interest 是全民的interest 你才讓你的政權鞏固 你現在我跟你講這種結果 後來我發覺 我坦白講 我只講一個觀念就好 我覺得一個異化的現象出現了 一個alination出現了 什麼異化現象呢 這異化現象就是說原來你認為這樣做一定對 的這種哲學錯誤出現了 就是你這種信心十足一定對 就是你把那個原來介於知與無知那種持續不斷修正 自我修正的那種哲學機能取消掉了 你認為一切講法一切合法一切法制化一切都是按照規定來 結果後來發覺 你法律保護了大公司 大公司揭秘小公司 一般人大公司要用你 大公司就講為了生意好 我們只用年輕人 年輕人好看 老的話呢你滾蛋 要不然就掃廁所去 一下子搞完以後大家突然之間一夜之間發覺能夠用的人不多了 然後會被用的人就固定 像你們的年輕人當然被用了 像我們老的人只能留在大學教書了 那我也年輕過啊 可是我覺得我年輕的時候並沒有要受到這樣體制的限制 因為那個時候哎呀這個法律很多問題很多種情況 所以我現在發覺我們國家至少 至少目前的現狀沒有人找得出原因 罵來罵去的結果也不曉得 你說你坦白講 我們都說白癡啦糊塗啦 又什麼搞不清楚 膽子小 好你找出了任何特別的原因嗎 沒有原因的 沒有原因的話呢就是問題是什麼呢 我們要從哲學的角度來看這個政治 我覺得我提到Seras-Marcus這一段 主要是告訴大家說 把我們現實政治放在理想國裡面來看 想一想 為什麼 這關係到你們的未來啊 You are concerned 對不對 這是你們的未來啊 所以你們如果你住在一個country of no future 那還得了啊 打擊太大啦 打擊太大了 昨天啊我也被討論到另外一個問題 為什麼羅姆尼一生五個孩子 然後底下生了十八個孫子 我說在我那個時代啊 國家明天都比今天好的時代啊 生孩子算什麼 大家都搶著生 感覺大的很 反正國家這個 自信滿滿 現在為什麼不敢生 覺得自己都養不活來養別人 就觀念都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這個就是自然的偉大 你不能夠跟自然對著做 我要強調的重點是說其實柏拉圖的這個作品當中裡面有非常非常值得討論的內容 我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就引一段到這裡 就說蘇格拉底的辯證 蘇格拉底的辯論是邏輯上獲勝 可是在實質上並沒有給答案 我自己在讀這段的時候 我認為斯拉斯·馬克斯對政治的定義很好 只是說一個rulers要知道什麼是他的利益 那這個利益必然是 要從柏拉圖的知識論系統中就進一步討論 好 第十書的內容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也是柏拉圖所有我看過他作品中最激烈的一個言論 我把它挑出來 請同學注意啊 理想國的內容非常多 我能講的部分非常早 但是我挑這幾個特點有不同的目的 我主要是想構成一個真善美的結構 那麼構成真善美的架構呢 那麼感覺上呢比較好記 就是 所以呢 有關於戲劇的部分是我認為所謂的美的部分 我跟大家做一個介紹 對於柏拉圖而言 政治的理想需要教育的教化 所以柏拉圖講的Pedia 那個教育那個概念 其實就是一種養成的教育 那柏拉圖對於戲劇的反正律長 來自於他的知識論系統定義真理的結果 好 那麼 這個 有人 Curocon 跟柏拉圖在討論 其實古希臘人跟我們今天人都一樣 大家呢 都非常喜歡看戲劇看電影 非常喜歡看電影 我還沒聽過哪個年輕人不喜歡看電影 大家都喜歡看電影 你也喜歡看電影吧 喜歡看電影呢 你喜歡看得獎片還是喜歡看BOX片 就是賣座片 有沒有一種一叫好又叫做的電影那更好 對不對 你也喜歡看電影吧 喜歡 你喜歡看電影什麼 奇怪一點 蛤 越怪異越愛看 你要看怪異的 那你也喜歡那個什麼什麼什麼 Man in Black吧 M.I.B.你喜歡看嗎 蛤 那個你不喜歡看 李明傑你喜歡看電影嗎 就不要那麼哀怨 喜歡看電影的正常 你喜歡看電影的什麼 我看很廣欸 可是我覺得最新的就是限制不可能的東西 好極了 你喜歡神怪片嗎 不是不是不是 你喜歡看姜子牙下山 這樣講好 為什麼王家衛 王家衛 那種Bizarre 那種queer 也不是啦 就是 預言 預言 未來世界的 不是那個沈光乍卸 對對我知道 我知道沈光乍卸 那種同性戀的電影 他其實是一個預言 對對對 我們已經發生了 你喜歡看的是超寫實的是什麼 就是我 就是我喜歡那種 是不是現實的題材 卻可以在當中找到跟現實有 你喜歡看那個叫什麼 什麼什麼全面其中那種 對 這個叫什麼 In...In...In...Inception Inception 那種電影對不對 像笛卡爾斯的電影 劉子牙你喜歡看電影嗎 你喜歡看什麼 你喜歡看連戰傳 你喜歡看什麼 你也跟他一樣 你喜歡看現實還是非現實的電影 我喜歡看愛情片 你喜歡看愛情片 那一年我們一起追過的劉子文 劉子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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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歡看現實的 絕對不會有人派出那個傳記的 他傳記還不如派外太空人傳 搞不好賣傳 其實連傳傳一定沒有比連勝文傳好看 至少整個養成過程就吃很多 你喜歡看什麼 現實的 那你看電視就看新聞就好了 你喜歡看電視 看什麼 大家樂 天啊 怎麼會有這種沒有靈性 你知道我為什麼說電影不可能是現實的 為什麼 你知道我為什麼說電影不可能是現實的 為什麼我敢說是電影不可能是現實的 你知道為什麼 蛤 天啊 這麼簡單的題目 有誰知道為什麼電影絕對不可能是現實的 就不是嘛 這還用問嗎 這也是腦筋急轉彎 是不是腦筋急轉彎的題目嘛 因為他電影是按照劇情劇本拍的嘛 他劇情 他這是對不對 這當然就不是 這個很複雜 這個很複雜 這應該不會很複雜吧 電影本身就不應該是現實的 為什麼 他就是加油添醋嘛 然後你一般人的話呢喜歡看 我跟你講啊 我我原來有沒有 我很想跟同學share一些電影好看的電影 可是我電影很老啦 香草天空有沒有看過Tom Cruise演的 對你來講老頭子看的電影吧 因為Tom Cruise他永遠不老的樣子 最近Tom Cruise拍了一片叫搖滾世代還沒上演 上演了上演了 我告訴你好 我最近來來回回看很多電影全部在飛機上看的 因為我在飛機上睡不著覺 我都從頭看到尾 我把所有院線片全部看M.I.B.我都看過 好 我為什麼我花那麼多時間問大家你知道嗎 因為啊 那個時候希臘時代的人跟我們現在一樣 有兩種心情 第一個大家都愛看電影 然後呢這個柏拉圖這種人呢不愛看電影 這理由就是他不喜歡看虛構的東西 因為人喜歡自我麻醉 柏拉圖認為人應該發揚理性不應該被自我麻醉 因為你看你電影為什麼喜歡看愛情故事 你看愛情故事十之八九 當然我最近才掙脫出來 最後把自己想成男主角 然後在那邊追逐追逐 然後女主角 然後女主角擁抱 然後最好是趕快下雨 然後這個女主角家裡很窮 然後你很有錢 或者你很窮家裡很有錢 隨便反正總是有一窮一富這樣子 愛嘛我們剛剛講愛就是窮跟富的結合嘛對不對 所以 這是第一點 對柏拉圖而言的話呢他討厭這個戲劇內容 然後第二個的話呢對柏拉圖來講他很嫉妒 為什麼 因為絕大多數的人都愛看電影 只有少數人願意來上哲學課 只有少數的 他覺得這個現象很奇怪 因此他要矯正 所以他把這個立場是挑明了講 因為他認為這個電影的話一定是虛構的 事實上我們也了解電影虛構 但是很多人就願意被騙啊 很多人心甘情願 你為什麼要花三百塊就坐在那邊 然後這樣享受了兩小時出來以後發覺一場空 那很多人不了解不明就裡 對柏拉圖來講這是不可以的 這是他很奇怪的一個想法 所以說人家講說是 啊 這個是 Nothing places me more than the rule about poetry to what do you refer to the rejection of imitative poetry which certainly ought not to be received as I see far more clearly now that the parts of the soul have been distinguished 就是說我們能夠很清楚的講出來 戲劇就是假的嘛 戲劇當然就是假的啦 每一個戲劇的過程中都是假的 Well then whenever a number of individuals have a common name was assumed them to have a also corresponding ideal form Do you understand me? 就是戲劇裡面 比如說我跟大家講 前陣子的一個最誇張電影叫做三百壯士 斯巴達三百壯士 有印象吧 這裡三百壯士裡面兩件事情讓我覺得非常不可思議 第一件事情 每一個斯巴達人都有腹肌 覺得非常七八十歲的也有 頭被砍掉了還有腹肌站在那邊 非常難以理解 你們不是男生你不了解 男生要保持腹肌很難啦 那麼吃到飽的餐廳搞兩回就沒了 還好我從來就沒有過 沒損失 另外一個啊就是說他有一套古代恢復的 重建的斯巴達的民主制度 那麼這個呢戲劇啊 他最厲害的就是能夠 把corresponding Ideas 展現出來 Let us take any common instance There are beds and tables in the world 就是說是 There are only two ideas forms of them One idea of bed One idea of table 床跟桌子 The maker of either of them makes a bed Or he makes a table for our use In accordance with idea That's our way of speaking But no artificer makes the ideas themselves 就是說我們木匠知道做一個床 木匠知道做一個桌子的理由 是因為他腦袋中有床跟桌子的理念 這是一般人做的概念 可是呢 and there will be more reason for your saying so for this is Homer 就是這個寫戲劇的劇本的一個整體的一個概念 Homer不見得是特定的一個人 who is able to make not only vessels of African 他不敢可以做各式各樣的船 But the plants, the animals, himself, and all the other things the earth and the heavens everything he can make of it 那麼and either way enough or rather There are many ways in which the feat might be quickly and easily accomplished 就是說可以一下子做成一個整個這個場合 None quicker than that of turning a mirror round round 它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要複製一個東西不追求真實的話 戲劇不夠快最快的是鏡子 鏡子馬上就反映出來了 如果你要追求這樣子假的話 you would soon enough make the sun and the heavens 什麼都可以就是太陽啊宇宙啊都可以 and the earth and yourself and other animals all the other things of which we were just now speaking in the mirror yes he said but they would be appearances only 這一切都只是表象而不是實在 very good you are coming to the point now 所以Homer只是a creator of appearances of course 那麼 所以說呢 那麼這個你可以說有各式各樣的方法 所以對於柏拉圖來講他有不同的層級 理型是最真實的 然後僅次於理型的話呢就是鏡子 或者說就是實體啊 或是一步一步的呢然後呢就是畫畫啊 畫畫的結果呢有畫畫的畫畫啊 漫畫啊模仿啊 所以說他都能夠讓你指認出來他是什麼 但是呢最高的話呢是鏡子反射一個東西 最低的話呢是一個影子 他只是只是一個擋住的一個東西 所以柏拉圖呢在這個整個光的理論呢 是有一個重要的層級感 那麼就不是真實的床也不是真實的桌子 那麼 if he does not make that which exist he cannot make true existence but only some resemblance semblance of existence 他只具有一種相似性而沒有真實性或一張 那麼在這邊呢因為時間的關係啊 也是我就是把這裡面我強調一個重點啊 就是柏拉圖的系統很明顯的 經過我們長期的討論 製造出了一個知識論的架構 這個知識論的架構呢 預設了理型的世界的存在 理型的世界存在呢像光一樣照料了我們的世界 然後我們的世界當中的一切都是討論的內涵 我在介紹這個理想國這本書當中呢 我沒有介紹很全面的 但是我介紹了三個題目是我自己選擇的 這真善美相關的三個題目 好 那麼真的部分呢講的是洞穴的故事 洞穴故事純粹是反映了光的理論 然後善的部分的話呢是我們要強調 就是實際上如何使得政治成為可能 政治是可能 就是說擁有權利者要先了解什麼是對他的權利 有利益的這個事情 就所謂的interest of the stronger 的意思 就是你要考量到所有使得一切現實政治中 能夠運作的原則 好 那麼這個本質上來講 就是要了解很多我們哲學上所討論過的議題 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就是說 比如說你相信他一直不會錯的東西 有可能最後出現了異化的現象 這也是我們需要注意的 然後第三個部分是有關於柏拉圖 對於這個戲劇的反對 我剛剛之所以注意到一點就是說 我沒有講出柏拉圖的政治理想 柏拉圖的政治理想 就是他的理想國裡面的內容 是他認為我們太容易受到虛構的事情的蒙昧 以至於呢我們脫離了接觸真理的機會 他認為這個事情的矯正呢需要透過教育 教育做的事情呢就只有一樣任務 就是透過所謂的辯證思維的討論 把真理逼險出來 那麼教育是一個很重要的義務 因為除了教育的方法以外 沒有任何別的方法讓人能夠了解 真理是經過討論可以獲得的 記者 說得很重要的 對, 記者 說得很重要的 對, 記者 說得很重要的 所以, 記者 說得很重要的 這是所謂的課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